大家好,我是Dame 在很久之前的韩国电影中 北韩人常被塑造成血腥的赤菌形象 通常只需看主角的脸就能直接了解故事 长得好看的通常是我们这边的人 长得不好的就是北韩的人 只要看演员的脸就会写着 我是间谍 2000年,Pakchano导演的《空东城比古》也就是 创造了新的人物形象 在非军事区踩到地雷的南韩士兵一边 在北韩军从澳的帮助下建立其友谊的过程 完全改变了原有的长得绞的北韩剧怪物形象 吸引了超过500万的观众 《空东城比古》也就是 证明了只要是新的南北人物设定 观众们仍然愿意付费观看 但是这部电影仍然展示了 南韩视频比北韩剧外貌更加出众 不过随着2000年代后半 韩国电影的产业化和各种类型的电影开始大量生产 在许多电影中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共识 北韩等于帅气且擅长战斗的男性 南韩等于中年男子 2000年上映的影响节 由康德文饰演男派间谍 从高扮演韩国警察 拥有超高颜值的康德文扮演来自北韩的角色 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定 只是从外表来看的话 从高扮看起来应该是北韩间谍 但这部电影颠发了这一点 创下了非常不错的票房成绩 而帅气的北韩男性形象 在2003年的电影《伟大的隐藏者》中 得到了最积极的运用 这部电影当时收到了女高中生观众的绝对支持 由金苏元汉以俊诺试演北韩间谍 电影中经常使用特写镜头捕捉演员们的脸部 这证明了电影更加集中于消费两位主角的外形 而非故事本身 透过我们不太了解的北韩这一主题 这部电影利用两位主角的外貌 为其披上了神秘主义的外衣 吸引了超过500多万观众 其中绝大数是年轻女性观众 重新简单整理来看的话 一兄姐 北韓长得帅很能打斗吧 南韩大树 伟大的隐藏者 北韓长得帅很能打斗吧 南韩大树 北韩长得帅很能打斗吧 南韩大树 东强生 北韩长得帅很能打斗吧 南韩大树 永宜家 北韩长得帅很能打斗吧 南韩大树 空族 北韩长得帅很能打斗吧 南韩大树 汤鞋尾 北韩长得帅很能打斗吧 南韩大树 而对于为何在电影恐究中 北韩刑警设定为英俊男性 而南韩警察设定为相对不那么英俊 导演给出的答案是 我们并不想呈现传统的拖杯者形象 既贫穷和饥饿 而是希望展示 虽然来自北韩体制 在社会和思想上相对稳定的人物 因为这样的人物看起来不容易改变 南韩警察则是更加亲切温柔 且带有苦澈感的生活型人物 通过这样的设定 我们想要展示 南韩警察逐渐融化北韩刑警心中的怒火 也就是说 导演们想要透过展示与传统拖杯者形象相反的人物 来为故事增添吸引力 一位电影制作公司的相关人士开着玩笑表示 如果有像余月静这样的演员扮演北韩刑警的话 可能就不会引起观众们的好奇心了 所以对于韩国电影中的 北韩帅哥和南韩大叔这个共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